王一博巴黎看秀眼神犀利震撼全场 网友称赞,谁还敢说它是冷冰冰的冰山脸 巴黎这座被誉为时尚之兜的城市 每年都会举办无数时尚盛事 而今年的巴黎时装周 无疑再次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其中,中国明星王一博的出席 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在巴黎时装周的秀场上 我有幸坐在前排,亲眼目睹了这一时刻 王一博,这位年轻的偶像,出现在我的对面 他身穿一套精致的罗伊威定制西装 既帅气又低调 他的目光专注且认真 仿佛每一秒都在细细品味着这场时尚盛宴 从他的神情中,我能够感受到他对时尚的热情和理解 也能体会到他作为一名艺人对时尚的独特见解 有网友戏称,王一博这是在偷偷学习时尚知识吗? 准备转型当设计师了? 还有网友打趣道,坐在我对面的王一博 是不是也看到了我手中的冰淇淋,想要尝一尝? 这些幽默的评论,不仅让人会心一笑 也进一步拉近了王一博与粉丝之间的距离 王一博在罗伊威大秀上的造型 毫无疑问成为了本次时装周的一大亮点 他身穿设计感十足的西装外套 搭配简约的衬衫和黑色长裤 整个人显得既精深又帅气 尤其是那件西装外套 采用了独特的剪裁和高档面料 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其高级感和时尚感 这一造型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 有网友表示 王一博这次的造型真是帅爆了 简直就是时尚界的宠儿 还有网友调侃道 看来王一博这次是来砸场子的 这造型比模特还要抢眼 这些评论不仅展现了网友们 对王一博的喜爱和关注 也进一步证明了他在时尚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除了对王一博造型的热议 网友们还在社交媒体上 发表了各种搞笑评论 也增添了不少趣味和话题性 也让人们看到了网友们 对王一博的喜爱和期待 王一博作为一位年轻的偶像明星 在时尚领域也有着不俗的表现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引发人们的关注和讨论 他的时尚品味和风格也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 而这次在巴黎时装周上的表现 更是让人们看到了他作为一名艺人 对时尚的独特理解和追求 时尚与偶像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 是偶像推动了时尚的发展 还是时尚塑造了偶像的形象?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的话题 无论如何 我们都硬看到时尚与偶像之间的碰撞和融合 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和启示 王一博的时尚表现 也引发了人们对时尚与偶像关系的思考 时尚不仅仅是穿着和打扮 更是一种文化和态度 而偶像作为公众人物 他们的穿着和风格往往会成为大众追随的对象 因此 偶像的时尚品味不仅仅是个人选择 更是一种文化现象的体现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创意的时代里 时尚和偶像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偶像通过时尚展现自己的个性和态度 同时也影响着时尚的潮流和方向 时尚则通过偶像的传播和影响 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王一博在巴黎时装周的亮相 不仅展示了他的时尚品味和风格 也展示了他作为一名艺人的多面性 他不仅仅是一位歌手和演员 更是一位有着独特时尚见解的年轻人 通过时尚 他展现了自己的态度和个性 也影响了更多的年轻人 时尚和偶像的碰撞 不仅带来了新的潮流和趋势 也带来了新的思考和启示 在这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时代里 我们期待更多像王一博这样的年轻偶像 在时尚领域展现出自己的魅力和风采 通过他们的努力和表现 我们能够看到时尚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也能够感受到时尚的魅力和影响力 王一博在巴黎时装周的亮相 不仅展示了他的个人魅力和时尚品味 也引发了人们对时尚与偶像关系的思考和讨论 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里 我们期待更多的年轻偶像 能够通过时尚展现自己的风采 影响和引领新的潮流 通过他们的努力和表现 我们能够看到时尚的未来 也能够感受到偶像的力量 让我们一起期待 更多像王一博这样的年轻偶像 在时尚领域展现出更多的魅力和风采 感谢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 请随时发表评论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 平安